大家先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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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生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厭解如來真實意 厭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各位介紹加阿彌陀佛 加阿彌陀佛 我們看課本一百一十二頁 講到 這裡 一百一十二頁 一百零八頁講完 一百零九頁講完 所以這邊都是語解釋迪論的 一百一十二頁五十六經 我們看一百一十頁好了 語解釋迪論有一些東西我們可以講一下 這本前面這個經講完了嗎 我們可以看一下 一百一十一頁語解釋迪論 這裡有說到 這個 由四種項 中間那邊 人戀彼人雖入聖教而行邪行 這個語解釋迪論 這裡是在解釋前面這一部經的 這個比丘吵架嘛 前面這一部經是 這個比丘吵架嘛 那佛陀 佛陀 就去森林打坐 那想一想這些比丘 剛出家 所以就 回來要跟他們說法 那這些比丘就來懺悔 那講這件事 那就跟他講這個 有幾種人 四種人 他這裡講 有些從暗入暗 從明入明 甚至說 你們並不是 亡賊所死 非負債人 有講到這一種 我們來看 尤其是在這裡有 一個可以說 就是一百一十一頁這邊 中間這裡 有四種項 其實就是四種音 有四種原因 那麼會讓人家 雖然學佛 但是有邪見 不能成就 這個可能跟我們比較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拿來看 他說 如果你有這四種狀況 或是種原因 或是種心態 那麼 你可能雖然 是佛教徒 你雖然出家 你雖然學佛 那 但是 他 變成是 那麼 雖然是佛教 但是基本上是處於 外道的狀態 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我們可以稍微來看一下 就在這裡 四種項 人令 彼人 雖入聖教 而形成 第一個 有為烈 不敬意樂 這個意樂都是一種心態 你一種 你一種 趨向 一種 一種 傾向 你這個心傾向哪一邊 的意思 多有多講 意 意就是心嘛 樂就是 好要嘛 你心好要什麼 那 不敬意樂就是 不好的 就是不清淨的 那 為烈 不敬意樂 就是他也不是那麼不好 那麼如果是重大的 所以他是為烈 為烈基本上就是對 五欲 對五欲的那一種 需求 那麼對五欲的需求 就天人來講他也有 他也有 對五欲的需求 需求 這個有為烈不敬意樂故 那這個意思是在說什麼呢 這個意思是說假設 你學佛你出家 但是 你非常著重於 感官的刺激 那麼非常著重於五欲 那麼 這一點 雖然你也學佛 你也發心 你也不思 你也慈見 但是慢慢慢慢 會讓你 遠離正法 那麼 因為你的心多數是 在欲見的嘛 那麼你雖然沒有 這個還不至於讓你會 多三二道 但是 會讓你不得 往上 禮欲清淨 所以就說不敬意樂嘛 所以 如果你要向解脫的話 那麼 或是要就近遠離三二道的話 那麼你對這個世間 的五欲 那麼那種懶著程度 就要漸漸漸漸漸跪 漸漸漸漸倫 那我们叫做断舍离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 虽然在佛教 但这就是世俗的 虽然在佛教的人天道里面 但是你终究不能够向上 佛法当然也有人称天称 但是他的人称天称并不是说他 懒着于无欲 比如说正出国的圣者 他虽然也在人天 人跟天 人跟天之间 但是他并不是懒着于人天的无欲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他五届十善 虽然是五届十善 他只是不剁三二道 在人天的基础上往上 那我们不是 我们就是停留在 人天的这个境界上 但是因为你没有向上的动力 你一旦因缘不好 或是过去的业力现前 那么很可能就往下掉了 叫做堕落 就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 这个 佛陀说 暂升还堕 就是暂时 暂时往上升 但是 很有大的机会会往下堕 那么所以 虽入圣教 和荣义行邪行 就是说 因为 哪里能够满足你的五欲 你就往哪里去吗 虽然你也学佛 那么你就选择什么 就是他能够满足你的五欲 需求 那么你就会 在抉择之中倾向于五欲这一边 那么久而久之就可能 会往下掉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 有围猎 不敬 亦乐固 其实就是 懒着无欲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 这是第一点要提醒我们的 第二点它就是 你的发心不正 你的意图 异谋不轨 就是说 由 世求圣教 辖系 为正法结雇 那么这个是 在当时 尤其在部派的时候 佛陀时代也有 那么宗教彼此之间有竞争 六四外道 有一些会特别 他并不是真的要学你的正法 他只是要来看你们讲些什么 那么 好找到你们的漏洞 然后攻击你 然后能够弘扬他们的宗派 在部派里面也有这样子的 那么 这个 就是 事求圣教 圣教就是佛教 辖系 就看看有些什么讲的不对的讲的不好的 那么 就专门抓住那一点 大肆的 大肆的发挥 然后来破坏佛教 为正法贼顾 这个就是 那么他就是要破坏佛教的 那么以前我在泰国 听过泰国他们说 泰国因为他 多数都是佛教徒 那么 再来就是回教徒 那么基督教徒 非常的少 那基督教徒要发展 他们都用什么发展呢 我是听他们说的啦 他们说有这种 有这回事 他们就会派一些 比较 年轻的 女孩子 那么 就是 专门 去到那个 比较有名望的 或是 那一种 比较 就是 比较有影响力的 那个试验 然后找那个住持 然后就 就他也不是真心要学佛 他就是 表现出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然后供养你 然后听法很虔诚 慢慢慢慢影响你 影响到最后 他就觉得 他说他要跟你结婚 反正他就是这样啦 确实有这种情形的 因为泰国 还属是很正常的东西啊 泰国人 出家人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还属的 因为他们百分之八十 多数的男众都会出家 但是出家几十年 他要影响那些出家几十年 二三十年那种 有影响力的 然后 完了之后他们就 反正就是 好像为他们的宗教 献身这样 然后就 慢慢慢慢影响他之后 然后就 开始 希望他能够跟他回家结婚 我以前去泰国的一个道长 确实也这样 那个住持出家三十几年了 很会说法 后来也是去结婚了 结婚完了之后 那个人就不理他了 那个人也不去佛教了 他们说这种就是 他们有一群团体 专门做这种事 那他也去佛教里面 他也是佛教徒 他也跟你皈依受戒 受戒 但是他的目的不在这里 他的目的就是要 找到 那么这些佛教的不好的 那么他一回来之后 他就跟你讲 你看佛教也是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 就这样开始宣传 他们为了他们的 这种宗教 他有时候也会做出牺牲 那么一般就是 做破坏者 那这个佛教叫做正法的贼 一般叫做道法 也有这样子的 或是把这边听了法之后 回去 把这些法加在他们的 他们的信仰跟 他们的这一种教育里面 让他们的法 你说我们也这样讲啊 我们大师也这样讲 因为你到底哪里吸引人 他就把这一套学回去 然后也这样说 这也是一种 一种就是 就是专门看你哪里有好的 那么他就反冒 他就反 回去就这样反冒嘛 然后 也讲这些 然后也吸引一样的人 那么另外就是 他专门看你哪里有不好的 那么专门记起来 回去就大肆 弘扬 喷嚏你这种哪里哪里不好 佛教里面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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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讲这个 那么这个都是 虽然是佛教徒 不过他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要学佛 所以他这个是第2个 事求圣教辖系 为正法贼顾 但是第1个就是 也是佛教徒但是他就是 没有向 向解脱 没有 只有向善 没有向上 向解脱 向上就要离遇了 那么向解脱就离三界了 第3个 就是你要有这种心态 第2个我们是不太会有 第1个比较容易有 那第2个一般佛教徒 比较不会有 这是在印度啦在其他地方就特别多 那么第3个装卫饮食衣服活命姻缘 那这个其实就很多人 包括在家出家都一样 那么有一些 基本上出家时是为了过生活 过比较好的生活 过安定的生活 很多是这样的 那道场有些也只是 就是为了拼经济 为了有更好的 更好的道场 更好的事业 更大的事业 更多的信徒 那么这一点其实 现在的道场很难避免 就是说你的 你的主要原因 你只是为了 过生活 就是个人来讲 他只是为了过生活 过安定的生活 那么这个确实也有 以前 以前我在福远的时候 一开始有些人也是这样 佛陀地址也是这样 但是 你后面没有改还是这样 就是 容许你一开始发心 不真 不正 我们叫印第不正 容许你一开始发心是不正确的 但是你透过佛法的学习之后 你还是一直这样不正确 那么你就是变成 虽入圣教 而行邪行 佛陀地址很多 不是一开始发心就正确的 没有的 但是经过佛法学习之后 他慢慢 他慢慢矫正 慢慢校正 慢慢修正 就渐渐渐渐正确 我们一开始也不完全正确啊 真的 我们一开始也不是都是正确的 只是为了让我们 幸福快乐一点 痛苦少一点 然后 觉得拜佛 拜佛可以 佛力加持多一点 然后那个时候学佛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 学佛只是为了能够念佛往生 真的啦 我看到的多数是这样 最终都是要往生的啦 但是还没往生之前 要过幸福的生活啦 大概是这样 那么但是一开始我们修行也可能是这样子 那么没有想到解脱那么远见失去 多数的人啦 但是后来慢慢学慢慢学发现到 其实 但是 修佛不只是这样 也不应该只是这样 所以就慢慢慢慢修正慢慢修正 那但是像这种 这种我们说 为饮食衣服 饮食衣服其实就是生活啦 简单的而言就是生活 只是为了生活 所以我年出家的时候 在服衍出家的时候 有一些人 有一些同学一开始也是这样的 最多数的人是这样的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自己出家是因为怕死 怕死 我想 我想要知道人为什么会死 那怎么样可以不死 所以我还没出家之前我也是修仙道啦 去修那个常生不死的仙道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发现到佛法 那又转过来佛教这样 那么有一些人他像我有时候问我们那些学生同学 他们出家有很多种原因 那我记得就是说有一些人是他们的神明叫他来出家的 因为我们同学很多都是疑心啊 我母娘娘三太子 祭公的啊 非常多 那他们 他们有一些 有些一贯道的 他们的神明叫他要来出家 他就来出家了 这是一种 也有一种这样的 还有一种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家 他说 我就在世间不知道做什么事啊 所以就来出家 出家至少可以过安定的生活 基本上也有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说 容许你出家的因不正 容许 因为不是每个人出家的因 学佛的因 出家的因都是正的 但是你学了之后 你了解佛法之后 你要慢慢修正 但坏就坏在 又没有了解佛法 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学佛的因很多也不正啊老实说 都是先与一钩圈被牵进来的嘛 但是后来 还在欲望上增长 就是专门 希求欲望上的圆满 就变成 就变成这种 违劣不尽意乐嘛 然后或是专为 饮食衣服活命运缘 那这个就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个人 个人分在家跟出家 那在家就是 变成 专门希求那一种 就是能够让生活过得幸福快乐的 像我们说 像妙产 妙天 妙天我不晓得 妙产基本上你看 他们那么多有钱人或那么多知识分子 会这样追求 基本上是因为 妙产可以加持他们 让他们的生活 带来更大的平安跟喜乐 他们并没有说 特别有那一种要成佛啦 要解脱啦 并没有好像比重 就是说 透过他个人的魅力的加持 其实佛法都不是佛 重点来讲不是佛的佛的加持 是法的加持 就是佛最重要让我们得利益是 因为他跟我们说法 那我们依法修行而自然得到利益 基本上是这样的 但这一部分后来被变成是个人的崇拜 个人的魅力 个人的加持 其实不是这样 没有法 没有法 佛不说法 众生也不能得利益的 其实是这样 那专位饮食衣服佛名言就是 我们说专位生活 个人来讲就是 专门只是让自己过好的生活 或是过安定的生活 那这一部分我出家将近三十年 看来看去很多出家人 他只是为了过安定的生活 甚至 有了安定的生活 为了过好的生活 就只是为了这样而已 那这样其实很可惜 那在家就只是为了得福报 活着的时候 好好享受人生 死的时候到极乐世界 听起来好像很舒服很美满 我告诉你没有这样子的 那么但是这是多数人的 就在家好好过生活 那么过家庭的生活 那么反正最后有 有阿弥陀佛可以靠 有极乐世界可以去 你也不用担心 就变成是这样 所以就没有那一种 断烦恼的需求 也修行 但是修行就是 专心念佛 然后依靠阿弥陀佛 就只是这样 所以后来讲到全身依靠 整个都赖给阿弥陀佛 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种 这种是在佛法里面 基本上 只有佛没有法 而且佛只是阿弥陀佛 就变成这样 这样其实 看起来也在佛教里面 实际上也偏调了 也不能说他是外道 但是又不能说他在佛道 所以就会有这种情形 专为饮食衣服 活命云人 所以你只要看到 有一些人在修那种 什么财神法的 黑财神 黄财神 红财神 密教里面有很多财神 或是修那一些 我看很多做生意的 有很多在家的现在 做生意的都修密法 密法里面都修那种 燕供 尤其有特别人在弘扬 修燕供 私食 为什么修这些 真的是因为慈悲心吗 慈悲这些鬼神吗 不是 希望这些鬼神为他带来利益 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 佛法有讲 其实生活好 这是一种果报 那么果要从因来 但是你的因从哪 因是谁给你 那些鬼神给你 那你怎么样让鬼神给你 贿赂鬼神 取悦鬼神 赞叹鬼神 恭敬鬼神 他就给你 那这个佛法叫做 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这种观念不断 不可能有解脱 断借俊取见吗 借俊取就是 可是我发现很多在教学是 特别喜欢这种 因为他有一种 就是因为不找到原理 也不懂原理 那么他就造成一种神秘感 那么越神秘的东西 你对他的期望就越大 越不清楚嘛 那越神秘 你对他的 期望就越大 那你对他的期望大的时候 有时候会产生灵感 因为那个心嘛 心细着在那里 细着在鬼神这边 很容易跟鬼神相应 跟鬼神相应 你就有感应了 哇 你就开始觉得 真灵验 你就更相信了 我告诉你 也多少能够给你带来利益 但是死了之后 你就做他的眷属 真的 化身 你就去做他的眷属 他是大鬼 你就是小鬼 他是金刚力士 你就是金刚小力士 他是金刚大力士 你是金刚小力士 真的 就是 十二叶叉里面你可能是那个小叶叉 真的就有这样的 叶叉都是学佛的 你要知道 持戒学佛的 但是他的心不对 所以 是天非天 是人非 不是人 非人非天 但是 他又有威德力 又有天的果报 又有人的善心 但是又具足烦恼 因为他从来没有在 从来没有在调伏烦恼上下手 只是 只是不断的念咒啦 供养啦 布施啦 然后持戒 但是他从来没在调伏烦恼上下手 所以才有 有天的福报 他布施也很布施喔 发心事很发心喔 用功起来很用功喔 那这一种我告诉你 你这样最后 你没有从调伏烦恼 你不懂得佛法 没有证件 你顶多就是做夜叉 或是做阿修罗 是这样 顶多啦 那你如果 你如果 烦恼心稍微有点降服 那么好一点 那升天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 正法的姻缘都没有 正法的姻缘很少 所以 这个是说 装为饮食衣服佛门姻缘 你要知道这个 饮食衣服就是这种生活 生活是 那么 不用太过你 不是说你都不要去在意 而是 你不要那个心力全部花在 怎么吃啊 怎么穿啊 怎么住啊 在这边 你这个只是 让你能够 就是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让你能够好好修行就可以 那你不用有后遗见有后患那么就可以 那么如果你大多数的心都放在这边 那么你的心就想起了一种习惯不断觉足这种东西 那你是不太 不太你就是为了会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然后就慢慢慢慢就一直这样 那么 这个 这是一种啊就是 装为饮食衣服佛命云远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比丘女 那非常优秀 那她好像也不知道是 美国留学还是什么的我不晓得 反正就是也蛮优秀的 那么年纪也不大 那么 但是她专门在做佛事 而且她的寺庙很大 那么还给人家 变成很专业的 就从头包到尾的啦 停关啦 火化啦 那么 那么后来我去了解才知道说 她本来是一个非常用功的 那么但是因为其他的道场也都做法会嘛 然后她 她没有时间用功嘛 所以她就觉得 她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场 那么她才能用功 好 所以她就开始 方便嘛 先去帮人家做法会 因为她很会唱 这些都很会 所以久了久了 她就累积了很多的钱 那 那也 因为 因为她做这个很有名嘛 所以大家都会叫她 那天天都有人死 常常都有人死的嘛 那那个区域 人家做做不完啦 所以 她做得又很好 唱得又很庄严 所以 很多人叫她 没有多久 她就 盖一间很大的试验 那照理讲 照理讲 那试验盖起来可以修行的吗 没有啦 因为 你那么多人 找你 你才盖一间试验的 你哪有办法修行 你因为 你不可能说 现在我试验盖好了 你从此不要来找我 因为那个缘就是这样嘛 那她也没办法割舌 然后就开始觉得说 那 那好 那我就专门盖一个 以前还要去 佛化 要去佛化的地方 还要去哪里 不用 现在都带她试验就可以完成了 然后 这样弄了之后 她就觉得 那我要培养一批人 来做 那 等他们做完了 我可以好好修行 然后就带了很多徒弟 就做这个 但是 一直到现在 越做越大而已啊 越做越大而已 真的 我就觉得 这样也很可惜 她一直想说 等我什么时候 等我什么时候 我再来好好休息 我要告诉你 没有这个时候 因为那个姻缘为什么 姻缘越来越不一样啊 你就揽着那个姻缘越来越多啊 你就是那种 缘越来越多啊 但是我们都会告诉我们自己 等我有空的时候 等我有钱的时候 等我身体好的时候 等我再缓缓的时候 等我 子女长大的时候 等你死的时候 真的 我看来看去都是这样 你真的要等到那个时候 没有那个时候 为什么 你在等的时候 这之间你不断造作的是什么姻缘 就是那个姻缘啊 缘只有越来越深 心只有越来越懒浊 欲望只有越来越重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但是我常常听见的就是 等我什么时候 是不是身体不好 等我健康的时候 我一定要好好用功 等到健康的时候 不会这么想 难得身体好 赶快出去外面走一走 想到去世界环游一下 不然死了就太可惜了 我告诉你 没有那个时候 正在生病的时候 就正可以关 关这个苦 他不是叫你 佛陀不是叫你关 这个五蕴 如病如庸如刺如杀吗 你身体好的时候 关还不深刻 正生病的时候 正好可以管 真的是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关起来就深刻 等到好的时候再慢慢关 现在病就现在这样关病吗 那么如果身体健康的时候 你就要关无常 这个社生虽然是健康的 但是 他不断会变 不断会变 那你不要执着他 执着他变了 你就开始痛苦 无常顾苦 已经苦了 你就关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这佛陀教的 那就是这样 那你要等 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我有空的时候 什么叫做有空的时候 你心随时都可以提起来 那 就好像你呼吸 你不能等到 等到我心平平静的时候 再来好好呼吸 没有啦 随时在呼吸的嘛 修行它就是调伏你的烦恼而已嘛 你什么时候有烦恼 你就什么时候调伏 什么时候没烦恼 你就保持这种没有烦恼的状态 那个就是修行啊 你要等什么时候 你要等什么时候 你要不是有烦恼 要不是没烦恼 有烦恼的时候 修行调伏烦恼 用什么方法去调伏这个烦恼 没有烦恼 知道觉知没有烦恼 让自己保持在这种没有烦恼的状态 要不然你以为什么是修行 他就是这样 不是吗 你说我等我有空的时候 等我孙子大的时候 等我儿子结婚的时候 那一般都是等到我自己不能动的时候 不能动 不能动就开始埋怨了 这样这样 那个时候烦恼心正强 你没有那种过去的心形 有空的时候修不了心 没空的时候没有心修行 真的啦 通常都是这样 所以你绝对不要说 等我什么的时候 我应该来好好用功 你只要讲这句话 我就知道你这辈子不可能用功了 真的 这个是 这个是多数人的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他这个是 专为饮食 衣服 活命运远 你不要说等我生活过得好一点的时候 等我有自己试愿的时候 等我有自己徒弟的时候 把事情交给徒弟做 我要来好好用功 我告诉你 这种观念都是不知道修行的定义 才会这么讲 那么第四个 就是因为害怕 不为王贼 债主 所加 破缺苦 想要离苦 想要离现前的苦 但是他不是为了修行要离轮回的苦 要离烦恼的苦 他只是 现在的痛苦让他受不了 但是有些人当然也这样 但是 一开始这样无妨 但是你要能够 学习方法能够矫正 矫正修正 你的这种错误观念 有些人确实也是因为这样 来学佛来出家的 但是 这个是 多数人也有这种情形 但是我们说 你的发心不正 没关系 那么发心不正 后来把它修正不就好了 一开始方法不对 再把它用对就好了 你一开始正 后来不正 那还不是不正 对不对 所以 你正你就要一直保持 正确的发心 你不正你就慢慢 借由 熏习佛法修正你的发心 修正你的方法 修正你的目标 其实这样就好了 所以因为害怕国王 盗贼 债主 那么所以后来 就是 你这个 有职务在身的不能出家 因为 国王未来要人 那么 你是盗贼 那么也不能出家 你这个有债 欠了很多债 那你来出家 人家不能跟你要债 所以你要把债还还 才能出家 后来就有这一种的 那么 若行如是诸邪行者 便于恶事有所积留 就是说假设你有上述这四种情况 那么你就会产生两种状况 那两种呢 失坏在家 自欲 积留 在家有五欲的功德吗 就是五欲的享受吗 你可以享受五欲吗 出家就是你要 渐渐远离这一些吗 那么 就是说你因为 他这里主要是因为 这样来出家的 当然学佛也有 那学佛是在家的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来学佛的 那么你也要修正 那 他这里是说 你因为 这些比丘吵架 那佛陀就跟他讲 你又不是因为国王逼迫来出家 你又不是因为 没有的吃来出家 那你 现在 已经来出家了不好的修行 为什么要这样争吵吵架呢 你 你骂我我骂你 你害我我害你 你恨我我恨你 那你你修行不是要断烦恼了吗 来这里增加烦恼做什么 那你想一想你为什么出家 佛陀跟他们讲的 你们为什么来出家 又不是因为这些愿意来出家的 所以余切希斯林就把这个 稍微做 做一下 分别一下 他说有两世基流 两世 有所基流 基流其实就是保留了 就是 不能得到这样的功德 一个就是失坏 在家 自义基流 就是没有武裕的功德 因为你出了家 你 吃的住的睡的 都不能像你在家那样 舒服 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能这样 所以就变成 你既没有在家的 这样的 好处 也没有出家的 解脱功德 没有在家的武裕功德 也没有出家的解脱功德 既不能享受武裕 又不能离武裕而解脱 那你就什么都没有 两头空 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是 所谓的 虽入圣教 虽然你 进入佛教 学佛了 但是 依然没有办法得到 佛法的 真实利益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 这一个我们可以稍微 就是 来理解一下 好我们翻 翻到 100 112 112 页 不是 112 对 这个是 59经 56经 好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 齐远金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这些比丘讲 有五受音 就五运 什么叫做五运 有哪五运 色 受 想 行 是 那他这里就叫做受音 色受音 受受音 想受音 行受音 事受音 观此 五受音 是 生灭法 那么 这个身心 刹那刹那在变 不断在变 所谓 此色 此色 及 此色灭 这个是 一般我们说 及灭 未患理 或是 这个色 基本上 就是无常 无常就是苦 那也可以讲 苦 及 灭 未 换 离 那 所以 他说 此色 及 此色 灭 那么 这个比较是像 我们说 缘起里面 有阴 有缘 世间 及 他讲这个 那么 有阴 有缘 世间 灭 那这五运 那这五运生 也是 有阴 有缘 而有这个五运生 有阴 有缘 而可以 没有这个五运生 有五运生 就有生死 有生死 就有 愿将会 爱别一礼 求不得 老病死 悠悲 恼苦 就有这些 那么 他说 这个色 及 灭 受想 行事 的 及跟灭 其实重点就在说 这个五运的身心 到底怎么来的 那怎么样可以 不再有这个苦 因为 其实重点 这里的重点 就是在讲 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那要怎么样 那么能够消除 那苦是有因有缘而来的 苦怎么来的 苦就是有这个五运生 他就有苦 有生就有苦 老子也这么讲 无有大方 为无有此生 我有一些苦 很多很多的苦 都是因为有这个身体 冷恶 冷热 饥饿 那么种种种 那么人情上的 事情上的 心情上的 就这三个 一直在那边反复 让我们受苦 人情的变化 导致于心情 种种的变化 事情的变化 又导致于心情 种种的变化 心情的整个变化 那就有所谓的苦 热 不苦不热 但是不管苦热 不苦不热 终究都是苦 这个叫醒苦 热 也会热 因为无常 热 不见了 你就开始苦了 最常见的就是 本来夫妻很恩爱的 现在没那么恩爱了 就产生苦 所以你这个小孩 不像以前那样孝顺 小孩不像以前那样懂事 那么父母不像以前那样健康 先生太太不像以前那样爱我 反正就会产生痛苦 我的收入 不像以前那么多 反正这种就是 无常顾苦 因为热产生变化 这个叫做坏苦 那本身就是苦 生病啊 贫穷啊 这些本身就是苦 苦苦坏苦 辛苦 那么只要有这个五蕴生 就离不开这种苦 所以终究来讲就是苦 所以之前我们不是看过吗 一般来讲 有苦受 有热受 有不苦不热受 但是真实来讲 就只有一受 就是苦受 一切行皆苦 一切受皆苦 诸受皆苦 基本上是这样 那佛法的重点在讲缘起 缘起的重点在讲 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样可以让苦 不再发生 其实这个是佛法的重点 现在很多佛教徒 都把佛法的重点 放在阿弥陀佛身上 就念佛就好了 其他不用想太多 那这个是错误的 佛法的重点一定是缘起 缘起不是你观才有 你不观它也是缘起 就好像无常不是你观才有 不观它也是无常的啦 无我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会把缘起当作是 好像很深奥 没有 它就在你眼前 只是那些道理 有一点深奥 就是你没有细想 你不会发现 那无常是 你不用想 你就发现的 因为那个一个因接着一个因 一个因接着一个因 就好像你有苦 那你怎么样灭苦 我们就说嘛 你有苦你怎么灭苦 你就念灭罪真言 就可以灭苦了 你去参加超度法会 就可以把冤亲在主超度掉了 因为你的苦的因缘 就是冤亲在主让我受苦 所以你把它超度掉了 他不会来防我 我就不会受苦 那你念佛 念欺佛灭罪真言 把你的罪灭掉了 那么买一些苹果 买一些好的香 供养佛 佛就把你的罪灭掉了 如果罪可以卖 我也要卖 我也要卖 多少钱我都卖 那哪有那么好 你念灭定业真言 把你的应该受的果报的灭定业定掉了 你就不会受罪了 应该受的罪 要受的罪 赶快除掉了 我告诉你 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我常常讲佛法 佛法没有灭业 没有灭罪的 就是灭烦恼而已 因为烦恼就是因 因不灭 果不会灭 有因有缘事间起 你要从那个因缘上下手 这个就是缘起最主要的道理 告诉你 缘起它两支嘛 核心是两支 简单讲就是三个字 叫做此故彼嘛 此有故彼有嘛 此无故彼无嘛 那么我们现在讲 有因有缘事间起 有因有缘事间起 这个事间当然包含外在跟内在的 但主要是五蕴 主要是五蕴事间 五蕴事间 五蕴事间是就人来说的 那么有情事间 所以佛法以有情为本 从这里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情事间 有情有六道 那么国土事间 国土有十方 但是国土事间是一有情事间而有的 它是有情事间的共业所感 是一报 是有情的一报 六道的一报 所以鬼的事间 天的事间 天上都是流零 没有黑暗 轨道 很多都是浓雪 没有太阳 那地狱就是 地狱就完全黑暗 那这个是一报 所以重点在有情事间 有情事间的重点在人 因为五蕴不是所有的有情都有五蕴 五蕴是针对人说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身心事间 其实很明白的是这个样子 那么为什么 有阴有缘世间急 那么 为什么 急就是生气 生气 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 出现在这个世间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 我们出现在这个世间会受苦 重点是有苦 所以佛法 如果这个翻译就是 有阴有缘 我们受苦 我们出现在这个世间受苦 出现在 这个国土世间受苦 受种种的苦 重点是受苦 重点是受苦 如果没有苦 如果可以跟我说 只要我死了 下辈子再来 还是这样过 还是这样过 那不会让我受太多的苦 其实我甘愿轮回 这没关系啊 对不对 轮回有什么关系 死了没有多久又来做人了 又开始啊 不要让我受太多的苦 如果像现在这样 那么其实也还OK 我觉得轮回也没那么恐怖 问题是多数的时候不是像这样啊 你看那些狗 你看那些猫 你看有些人 在那种病的时候 病到死 活不来 死不去的 你看有一些人 很苦啊 你看那些动物就好了 那个皮被活活剥掉 一只兔子啊 一只狐狸啊 皮被活活剥掉 还没死啊 你看有些人 吃那个活鱼啊 那个活活的啊 那个活活的拿去煮啊 那个菜端上来 那个鱼都还会跳啊 那个多苦啊 那你以为人没有这样的人也有啊 你真的是看到一些新闻 你就知道受很多苦 那在地狱就更苦了 所以像现在 如果说可以深深 就是保证 我都过像这一生这样的生活 我觉得 我觉得不解脱也还可以 没什么啦 真的啦 但是问题不是啊 你以为哦 没有 这一辈子 你可以过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 都还算好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你的过去的福报的柱子 还撑着 你以为一直可以这样哦 没有 你现在所拥有的 没有办法一直为你所拥有 你没看释迦牟尼佛 不知道哪一本经 我忘了 就前面有 他曾经 告诉这个波斯尼王 说 因为他以为 因为波斯尼王有很大的嘛 他也不是深深算 他说我过去深中 拥有的比你现在还多 我做过犯天王 做过道立天王 做过转轮圣王 做过什么样的国王 拥有的比你还多 现在也都没有了 死了就没有了啊 那么不是你 你所拥有的 会一直为你所拥有 但是当你在拥有很多的时候 你就会忘记修行 因为你不用修了吗 那你可是你过去 你能拥有这么多是因为你过去 用功修行来的 但是你这种 但是这个 每一次每一次都从头来 你都一直修一直修 有一次你不修 那 那个也是很久呢 一失人生 你就不晓得什么时候 可以再上来 很久很久又很久很久呢 所以 这种 因为我们出现在这个时间受苦 重点是因为有苦 重点是因为有苦 所以才会讲 世间是苦嘛 所以讲世间是苦 世间是苦 那世间是苦 主要是这个五印身心 所以有身苦跟心苦 那么总说一切苦受嘛 一苦就是诸受是苦嘛 两苦就是身苦跟心苦嘛 所以就是这样啊 那 所以重点是要解决这个苦 那么解决这个苦 就要知道苦到底怎么生起的 就知道它的因是什么 缘是什么 它有什么样的因 条件嘛 主要的条件跟次要的条件嘛 它有很多条件构成的 有主要的条件 有次要的条件 你必定要把它弄清楚 就好像你的病 有主要的病因 跟形成病 不会好的原因 那么慢慢一直形成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你才能解决这个病 那你受苦 又不是佛让你受苦的 所以你拜佛 佛就好 让你不受苦啦 如果苦因在佛那里 那你可以去拜佛 因为佛不加持你 所以你受苦 现在佛加持了 你就不受苦 那苦因就在佛身上啊 不是啊 问题不是啊 苦因是什么 就是你的烦恼啊 你的烦恼才造业 造业才让你受苦嘛 这佛法讲得很清楚嘛 你的苦是因为 你的业成熟了 你的业成熟 是因为你这个业 不断在造作 没有改过的 不断在造作 它就成熟 你之所以不断地 在造作这个业 是因为你不断地 在起烦恼 我们说这个业是二业 因为你不断地在起烦恼 没有停止过的起烦恼 那什么原因 让你没有停止过的起烦恼 就是我见我爱 就是这样啊 核心来就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就叫做 从 从 从这里来讲 就叫做苦疾嘛 所以说缘起跟世纪是这样 苦疾 那有因有缘 世间面 有因有缘 苦未消除 灭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学佛的目标 就是要灭苦 所以佛法叫做灭苦之道 那灭苦一定有灭苦的因缘嘛 有方法嘛 那个就是道嘛 所以就是苦疾灭到 其实它就是这样啊 那你一定要清楚 你手 一定要清楚 这个是现前的 你要认知 我们是苦的 如果你觉得不苦 你就不会修行 或是你现在不苦 那你没有看到未来的苦 我就说嘛 如果 生生世世都保证 我像这一生这样过活 我觉得 我不用解脱 也还可以啊 真的 但是不是这样啊 那这个急 你就是要知道 这个苦因在哪里 你这个没弄清楚 大部分的人知道有苦 有少部分的人 也不认为有苦哦 大部分的人知道有苦 但是不知道苦因 尤其很多佛教徒 都是这样 很多佛教徒 不知道苦因在哪里 那更不用讲 多数的佛教徒 都要灭苦 没有不灭苦的啦 宗教徒都要灭苦 但是不知道灭苦的方法 这个不知道 这个有 这个也许有 但是 不知道灭苦的方法 所以他不能灭苦 多数是这样 我们先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电话